死文浩 害死我了你 丫头 你合同上的数字 少了一个小数点 你挥得我发时间核对了一下 要不然可就麻烦了 真的 谢谢你 我马上改了 你怎么没精打采的 没睡好 那你再仔细核对一下 一个小数点天壤之别呢 好 死文浩被你害惨了 老婆 妈 大明回来了 妈妮 老婆 好了好了好了 那个 妈妮怎么来了 我来看病来了 看病 怎么了妈 老毛病 哮喘 哮喘 怎么以前没听妈说过呀 我妈一直都有哮喘 不是听说北京有医院能除根吗 然后就拖一个老乡来看 结果那个老乡出差了 我妈得在咱们家住几天啊 大明 那给你添麻烦了 妈 看您说的自己家人添什么麻烦 那个住随便住 对不起啊 那个工作怎么样了 我没去啊 没去啊 我妈看病得有人陪着吧 不用不用你 你又不认路 我自个儿能行 你们忙你们的啊 妈妈就辞了 你怎么没辞啊 我连去都没去 不算辞职吧 那什么 那个 妈 你先收拾着啊 我去给你买点那个日用品什么 再多买点水果啊 我妈离了水果不行 不用不用不用 你别破费了啊 我我我 快点啊 马上开饭了 我看大明好像生气了 不高兴 你别瞎想啊 刚才刚才那个 这酒 这房子 你哥们儿棒于富婆吧 说什么啊你 这房子是不错 可是装修欠点意思 要是我装修的话 一定把它装修成七九八的风格 不过你媳妇也够有品位了 千万别说我已经结婚了 我那个丈母娘 让我们隐婚的 你想不让我们说也可以 酒在那搁着呢 你买点吃的 靠来靠来搁几个 让搁吃饱饱点 把搁几个嘴都堵上 搁几个就不说了 溜子 你还吃呢 我前一段剪 这一段份增嘛 行行行 买二丁肉啊 乖快快快快 你们先看人电视 走 看电视喽 办办办办办办 你们是谁呀 你谁呀 这不靠媳妇吗 真的假的这么老 确实啊 真是一副国啊 你们在这干什么 你是靠媳妇吧 嫂子好嫂子好 嫂子好 谁是你嫂子好 嫂子好 嫂子来喽 阿姨 怎么回事 谁呀 我媳妇的妈 很好 怎么不关门啊 妈 滚 都给我滚 站住 谁让你搬回来的 我让他搬回来的 你想气死我呀 妈 我们俩都结婚了 还不能住在一起啊 你不是答应过我 不把结婚的事 告诉别人吗 那你也没说 不能往一起住啊 把房间打扫干净 好好打扫 妈 妈 什么妈呀 妈 妈 妈 股东 谁 谁让你带朋友回来喝酒的呀 你看看 这么乱 我朋友知道我搬家了 过来看看我 顺便说点工作室的事 以后啊 禁止你带朋友回来喝酒 我朋友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呀 你看那一个一个的像好人吗 我跟你结婚之前呢 我也这样 你怎么不说呀 现在可好 当着我朋友的面打我的脸是吗 你要是对我不满意 把我当垃圾一起到了德了 我站住 你什么意思呀 你是不是要疯了 我没什么意思 行 当我胡说八道 你站着 你想干吗呀 你说我一天这么累 回家我还得收拾这些东西 你懂不懂得心疼人呢 行行行 我下次不带朋友回来 来来来 你收拾 我收拾 我收拾 来来来你先起来 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 先坐下先坐下 我收拾 我严重警告你 下次禁止你带朋友回来 不管是干吗 小凡 李先生 你是不是看我性子软 所以就欺负起来没完没了了 不是 小凡 我今天呀 是特别认真的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知道一个火字加一个叶字念什么吗 火火叶火烦 我知道烦 但是我今天真的是特别有诚意的 真的 有诚意干什么 求婚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李欣 你是不是看我们家小家小户好欺负 所以你就变着花样的来欺负我 侮辱我呀 不是 还用我给你贝贝 你跟我分手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吗 你别着急啊小蓝 我知道 我以前是混 我混蛋 我的所作所为都不可原谅 但是今天我觉悟了 我可以体会到我的错误 我愿意为我的所作所为负责了 所以呢 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我也真心地希望你可以 嫁给我 好吗 结婚是吗 那戒指呢 戒指 不是说你很有诚意的吗 我当然有诚意 你也知道我老爸最近对我经济封锁 我没钱买 我一旦他给我解冻 没钱 你没钱的时候才想起我了呀 不是你这话说的 我 我是一着急我说错话了 你知道吗 一着急就说错话了 着急的时候说的话 才是真话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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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凡 小凡 来 你要结婚 对 这回我非他不娶 老爸 你又在琢磨什么呢 你爸可一直在气头上 你要是拿结婚来算他 他要知道了 他肯定翻脸 你一定没有好果子吃的啊 这回我不是算他 我是真要结婚 谁信你真要结婚 你以前那些女朋友 都不怎么样 我很严肃的跟你说 婚姻可是人生的大事 你可千万不拿婚姻来胡闹啊 以前那些是不行 但是 这个不一样 他叫张小凡 真的 他做什么工作的 他们家的人都是干什么的 他们家干什么的 这我还 你看你看你看 又冲动吧 你连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你都不知道 你就要跟人结婚 他们家里干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保证 张小凡 绝对是个好女孩 你怎么知道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不图我的钱 你怎么知道 他不图你的钱 他们家有几个人 妈妈妈是干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就断定 人家不图你的钱吗 实话告诉你们 妈 我们俩呢 好过一阵 后来呢 你儿子放魂 把人给甩了 但是他一分钱 都没想过要过 而且我是他第一个男朋友 他没谈过恋爱 这不正好符合 你对好女孩的标准吗 他没谈过恋爱 给你是第一次 真的不图你的钱 那这女孩真的不错啊 是啊 我没见过这么纯的女孩 那她长得好看吗 好看 真的 没谈过恋爱 又不花你的钱 你还真有女人缘呢你啊 你傻孩子 那这不是好事吗 好好 妈支持你 你支持我有什么用啊 人家都不搭理我了 为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我老毛没有犯了 把她给甩了 这么好的女孩 你为什么不珍惜呢 像现在的社会 有这么好的女孩 你上哪儿找啊 那现在怎么办呀 行吧行吧 你也别太着急了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你说的啊 我说的 太烦了 结婚 嗯 我了解了一下 这姑娘家世清白 人品不错 关键长得也挺好看 最关键的是 没谈过恋爱 跟咱们儿子啊 第一次 这坏小子那么好事 不是把人给害了 你看你 你怎么说话呢 儿子也没说不对他负责任呢 这不让我跟你商量吗 想跟他结婚呢 真想结婚吗 不想结婚 他干嘛让我来跟你商量呢 儿子很认真的 他真能踏踏实实地结婚 不再出去鬼混了 我是这么想的老李啊 你说咱们儿子整天出去疯出去玩 为什么呀 不就心里没人 心里没根 他心慌吗 他如果要是真是娶了这个小姑娘 结婚了 他心里就有底就有根了 这老话不说得好成家立业吗 你忘了啊 当时你还不是娶了我 你才这么出去拼命给我挣钱的 要这样子呢 当然最好最好最好 他真想结婚 有空啊 你去那个女方家去看一看 看看那个女孩怎么样 要是真是好姑娘 就顺便提提结婚的事 还不知道人家怨别也把人家的好姑娘 嫁给咱们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呢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老说儿子不好 咱儿子哪儿不好了 咱家条件就不用说了吧 就说咱们儿子多聪明啊 都有脑子特别像你 而且又那么帅 我跟你说 他是不想结婚 他要想结婚 后面排队的女孩有的是 你信不信 是啊 在你眼里他哪儿都好 除了条件你说他还有啥 行行行 我不跟你争了 我不跟你争了行吗 你放心 这个提亲啊 结婚啊 这些所有的细节 我来落实 那些 就直说就完了吗 那把卡给他吧 跟他说啊 嗯 节制点话 这事儿要是能成 这小子就能安心不少啊 那当然 我也能省心点了 你就辛苦吧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姓贾 叫贾梅 我儿子叫黎欣 喜欢你们家小凡 想跟小凡结婚 这俩孩子啊 还真相处过一段时间 挺好的 可这几天不知道 为什么闹点小误会 你们小凡不理我儿子了 我儿子特别着急 吃不下睡不着 这不我就上门 上不来给你们赔罪了 那个 贾同志是吧 嗯嗯 那我没听小凡说 有什么男孩追他的事啊 哎 现在这些八零后 我哥哥都特别有主意嘛 这谈恋爱啊 这感情的事 轻易 不跟咱们当父母的说 你说是不是 只要他们一张嘴 就肯定要闪婚了 刚开始 我儿子跟我说的时候 我也特别吃惊 可是后来再想一想 现在这八零后 不都这样吗 谁家不惯 你就随他们去吧 这这 这小凡他男朋友 我倒是听了那么眼的 我就没往心里去 可是 我怎么听 这孩子这里 他们俩人就好像分手了 我儿子说他们两个呀 挺好的 你就是闹点小误会 但肯定首先是 我们家离心不对 不过啊 你们家小凡挺倔的 不管我儿子怎么追 追着屁股后面 给他赔礼道歉 就是不理 您这儿子真想去我们家小凡啊 我儿子是很认真的 要不然 我怎么可能 跑你们这儿来呢 您这突然就这么上门了啊 好像 看那样 对我们家的情况是非常的熟悉 我儿子老跟我说 说他俩那个时候特别好 儿子每天开他的奔驰车 送你们小凡 可是我们对你们家情况 咱们对他们家情况 可是真是一点都不了解 对我忘了介绍了 我们一家三口 离心是我们家唯一的宝贝儿子 我先生是做生意的 做的一般吧 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 小凡要是嫁到我们家 是一定不会让他受罪的 我们只会让他享福 我今天来之前呢 我们一家三口 坐在一起开了个会 我们家的意思是说 如果您二位和小凡 能够原谅 并且接受我儿子的话呢 我们就希望我们两家 能够坐在一起 把这婚事的事儿 好好地谈一谈 当然我知道 上门提亲 空手是肯定不行的 这太坏了 这个 我们呢 专门准备了一个 小礼物 成敬意 别 别 我 这 这有点分量 二四四开金的 我听儿子说呀 你们小凡是属兔的 对对对 我闺女属天 都是属 我闺女属兔子的 我今天本命年 你真 我们离心对小凡 那肯定是成心实意的 我们家呢 也很希望能促成这门婚事 如果你们也同意的话呢 我们也准备了一份 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小金兔 作为聘礼 有 要我说是这样 既然双方家长这么有诚意 有什么双方家长 不是 这这这这位大姐她 我姓贾 就是《红楼梦》里面那个贾母的贾 这这这 这位贾母 这么有诚意 人家这聘礼都瞎了 我觉得小凡这会是我们赞成 我们赞成 人家说了 人家这不是还有一对 人家到时候还 小凡 妈 爸 是小凡姑娘吗 嗯 阿姨您是 我是 李欣的妈妈 慢点我们这块 楼大这有点黑这块 没事没事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可不定了 那亲自上门来了 还没 那好 那我回去啊 跟我们老雷赶紧商量一样 找一个好日子 咱们就赶紧操办吧 行啊行啊 也得跟孩子再商量商量 那日子呢 给咱辞职了 姑娘您我跟老张 我们亲自上门拜访 好好好 欢迎欢迎 那你们快回吧 行 亲家母慢走 亲家母您太客气了 好 再见吧 回吧回吧 哎 慢着 慢走啊 看不见 看不见 这黑布里看不见 不是 这你哪跟哪 这叫庆年啊 怎么了 人都来了这 鸡兔都收了 这就是聘礼啊 常见大奔驰都开小区里来了 不是不是 这这小凡 什么时候交到男朋友啊 明天到晚跑车 你都知道什么呀你 谢谢 爸 走啊 你跟那儿站岗的似的 这 你们俩就这么替我把婚事给应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们还替我做主了 你这质问你爹妈呢吧 到什么年代 无论走到哪儿 我们俩都是你爹妈 我问你 你是不是跟那 那一万角 叫什么来的 李欣 你不跟谈恋爱呢吗 一直谈恋爱呢不是吗 分手了 分手了他死的 来追你 分手了 他让他妈 把这个金兔子给送过来 下这么贵重的聘礼 你是不是跟人耍小兴啊 我跟你说你这套 你在家行 你在出门在外 还就是不行 你跟人耍极了吧 我耍兴子 妈 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你跟你爸都用词不当 那花花公子怎么了 他只要把钱花到你这儿 你这是最后一站 他就成了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最后一站了 人家上门提亲来了 人家非常有诚意 你这可是明媒正确 这不是最后一站 这是哪站 你到底是谁妈 你怎么就会向着她说话 妈 就一个金兔子就把你给砸懵了 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混账话 把你妈想上什么了 你自己说说你自己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你换多少公司了 哪个成了 人家不管怎么样 大学毕业了业以后 人家是赚钱养家 你呢 老大不小的家带着我们 还得养着你 我这没挤的你 这是一个好机会 是吧 明媒正确 跟我讲 你妈是过来人 我告诉你 就这 这林姓他们家 这不是一般的有钱 我跟你说 咱闺女嫁过去 她不会有亏斥 人家出手你就是大方 你说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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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代表一切吗 你就跟我喊啊 小凡你就跟我喊 我告诉你 就你这婚事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爸我都答应了 谁看 这是你赢的啊 我没说话 我为谁呀 好像是我 我出嫁 我为闺女这婚事吗 我是不是做错了 你不说话是不是 不是 小凡啊 你跟李欣那天怎么回事啊 她就是一个二百五 我不可能嫁给她 把你造一块 没有不吵架的 吵完了就完了 二百五也好 三百六也罢啊 这婚事已经定了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但是这个我绝对不会听你的 你说的对 是我嫁 不是你嫁 我要么就不嫁 嫁我也不嫁给她 你你上哪儿去小凡 孔姐姐 你有本事你你 让那雅同养了你 你你小凡 你给我回来 你看你闺女这么出去 不说话是不是 这金兔子给人包起来吧 没准赶门得还给人家 我自己来吧 好 真对不起 害你还得睡客厅 我睡哪儿都一样 要么我睡这儿 别闹了你睡这儿 她晚上出来进去都不方便呀 对啊挺不方便 是 林欣的妈妈真去你家提亲了 破天荒哎 说明大压力这次东真阁了 我看未必 还不知道她怎么想呢 小凡 你这次做得特别对 你爸你妈已经不冷静了 你不能再不冷静了 再说结婚这个事是大事 你得慎重 怎么个意思 别当我面说我兄弟不好 再说了 人家大压力这种 报定不结婚的处 都肯进婚姻的牢笼了 我觉得她这次挺有诚意的 你少听她说话 本来结婚这事就不能草率 小凡 睡觉去 现在说这话了 当初也不知道哪位同志 就挺草率的嫁给我了 说什么呢你 我什么都没说 你别以为我没听见 我跟小凡能一样吗 我什么岁数啊 对了 我跟小凡要说点女孩间的私事 不许偷情啊 我有这么无聊吗 有 走 睡觉去 完了 其实我觉得你妈妈说的那个话 不是没有道理 你跟谁一波的 你怎么也跟我妈站在一边去了 我没有 我说气话不说气话 但是你心评气和下来想一想 这事啊真得好好分析分析 你上的呢又是三流大学 学的又是文秘专业 现在找工作不好找 而且你长得又太漂亮了 太招风了 所以用你的呢 不是把你当花瓶 就是图模不归 你已经是在两年内 换了三家公司了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呀 两条路 要么继续找工作 要么 嫁人 你的心知太单纯了 真的是不适应办公室 那些勾心斗角的事 你要我说 嫁人 好好做你的少奶奶 那照你这么说 我不变成窝囊废了 我就只能嫁人做少奶奶啊 这怎么能成窝囊废呢 这事儿 这多少女孩是消尖了脑袋 都办不成的事儿 你以为那些漂亮女孩 整天泡夜店 或者是拼命往影视圈里 做的那些女孩是为了什么呀 那真的是喜欢那些 乱七八糟的地方吗 还是说 喜欢表演事业呀 当然了 肯定有这样的人 但是 我敢肯定地说 主要还是想嫁人豪门 虽说黎欣 他们家 谈不上是豪门吧 但是这门也不小 你不是一直都看不上黎欣吗 她怎么今天也说这种话了 我是看不上她呀 我到现在 也对她没有什么好印象 不管怎么说 黎欣她是你的第一次嘛 而且你对黎欣也是有感情的 她这次肯浪子回头 又让她妈妈上门来提亲 证明她真的拿你当回事儿了 那既然是这样 你还不如趁热打铁 就嫁了 我总觉得 男人可能一旦结了婚 那有了老婆 她就能守心了呢 关键是看她能不能安定下来 她前几天还跟无赖似的呢 那说什么 她现在收不了心 不想结婚 还没玩够呢 跟我不会有什么结果 就是有的话 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可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受了什么刺激了 信誓旦旦地跑过来要跟我结婚 那你说这跟谁谁受得了啊 她这脸变得是有点快 但是我觉得 她能让她妈上门来提亲 证明她们家人 应该都知道这件事儿了 她就是想反悔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你说是不是啊 吐 你怎么了 你要吐啊 文浩 文浩 他吐了 赶紧上个月 我会穿衣服啊 好好好 这是你们换衣单 我妹妹怎么样 没事儿 她回孕了 啊 医生 这 哎呦喂 怎么这么困啊 我看这下 你们不想嫁离心也不行了 她怎么这么倒霉啊 小凡 打压力呢 确实是同性为民 她玩心太重了 可是我看她这次是认真的 你想她平时最怕的爸爸 这次居然把你们俩事儿告诉她爸妈了 还让她妈妈去你们家提亲呢 所以我觉得她这次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 再说你现在又怀孕了 我看要不你干脆嫁给她得了 浩子我跟你说啊 这种事儿不能拿来开玩笑 你要是骗我 你天打雷批 你全家死光光啊 行 那那我马上过去 谁怀孕了 小凡 小凡怀孕了 真的 宝宝 我问你 宝宝你能 你能确定这孩子是你的 当然是我的了 小凡除了跟我 那种 哎呀一定是我的 真的 那太好了 那 那你 你赶紧去给她买点东西啊 对对 来 把我那包拿来 给孩子买点东西 没事 欣欣 好好哄哄人家 结婚那事儿去 交给你妈了 那那我不吃了 我先过去了啊 你快吃吧 快吃 多买一点啊 好 老林 咱们终于有孙子了 哎呀 好啊 这孩子我不想要 我也不想跟他过 先别进去了 亚同正圈着呢 还没好呢 嗯 哎呀 你喘什么呀 你不会是走楼梯上来的吧 哎呀哎呀 我是走上去 我去电梯探了 我这床 我急啊 我一路两百卖我 嘘 我回来哪儿去 去去去去 去去去 哎呀 哎呀 你咬得可得好 一夜风流汗上 真是羡慕激怒恨死 就就就说你不行啊 谁天天跟你鞠躬紧醉 也前不后继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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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凡这回呀 咬得好好哄听了没有 不然的话 我知道 不然就鸡飞蛋打 千功进气 什么都没了 就彻底完蛋了 我知道了 那当然了 你们就说吧 该怎么办 我干什么都行 媳妇 我们这门大老爷们呢 不太多你们女孩的心理 要不你给他压力指一招 对对对 嫂子 你就给我指个招吧 你们仨不是天天在一块吗 除了吃就是喝 两个有老婆一个有女朋友 你们就不能干点别的呀 怎么就不能想想 怎么哄哄我们呀 是吗 你怎么今儿知道跑楼梯了 今儿知道小凡重要了 是啊 我们女孩多好哄啊 我们要的就是安全感 就希望你能给我们安全感 还有就是 无论任何事情发生 我们在你们心里边 都是最重要的 不是 怎么感觉 你想说我似的呢 老婆 就是说你呢 嫂子 你就别说这些大道理了 你就说点具体的 说一会儿我进去之后 我该干吗 一点点进去 就给小凡跪一下 然后呢 声泪俱下 哭哭哀求 女孩都是这套 是不是 表情就带你撑开 撑开 撑开 行行行行 小凡 你别恶心我了 就那种 行 你知道吗 就跪下 这我都没事 但是声泪俱下我 实在是有点难 连哭都不会啊 我这不是刚当上爹吗 我还高兴着呢 我哪哭得出来 浩浩 你家有芥末吗 啊 小凡 我是觉得 不能打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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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小凡 你不能打 小凡 小凡 李欣 你知道错了吗 那你保证 以后跟小凡好好过日子 别再到外面花天酒地了 小凡 小凡你看 他已经发誓了 就原谅他吧 你真的知道错了吗 你别跪着了 你站起来吧 不起来 小凡 我不起来 你真没冲息 哥 小凡 死大了 又不能给我少来点吗 呛死我了 话都说不出来了 小凡 老板 来 你们请个财务 这边就是大高的名字 请大家把手上的工作暂停一下 我给大家宣布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王明轩身为助理销售经理 谢谢 谢谢关总 谢谢徐经理 第二件事啊 就是我们销售部又扩招了 招进了三位实习生 方婷 陈栋 刘伯 徐经理啊 方婷就分到你们三组 其他两位分到四组和六组 没问题 那我先到这了 方婷 你就在方婷吧 她也是咱大伯的学妹 我行嘛 没问题 认识一下 你好 我叫王明轩 你好 师哥 我是方婷 请多多指教 来 多指教 这个地方呢 是茶水间你们的设计室 可是累的时候呢 可以在这儿作用的 垃圾攒满一包 扔到楼梯间的垃圾桶里面 还有那里是出院的地方 我不歇呢 师哥 我知道 我就是怕你不知道 突然间进去的话 会不会呛你 谢谢师傅哥 咱们公司中午不管饭 不过又补助 以后你吃完饭之后 把饭票拿回来 公司会给你高销的 师哥 你介绍的可真仔细 其实我也是刚从实习生 走过来的 我知道实习生不好混 不过你放心 既然老总把你交给我了 以后你有什么事 我一定会罩着你 谁敢欺负你去告诉你 嗯 你去吧 好 喂 老公 你干嘛呢 上班怎么来了干嘛呀 你升职了吗 喂 给你猜出来了 你发工资了吗 发了 那我的 笔记本电脑嘞 那你的笔记本电脑下班 我就买给你 喂 等你回来啊 好 拜拜 走 我带你去别的地方 转转你 来 你这房子真气派 真是气派 这得好几百万 当时买的时候 一千多万吧 现在涨了有几倍了 那得翻着翻了不让涨吧 这你买的早抄上了 他那会儿 别错 客人来了吗 来来来 我这公司里边这个事啊 老黎 对不起 对不起 亲家亲家母 这是我们家老黎 黎国栋 你好 小凡爸爸是不是 黎总啊 你好 来 坐坐坐坐 赶快坐坐 你也坐 赶紧坐 这是小凡吧 叔叔好 哎呀 真漂亮 怎么还喊叔叔啊 得改口了吧 哎呀 那着什么急 这不习惯呢 害羞这孩子 习惯了就好了 这 这 改口啊 叫爸 叫 叫爸 爸爸 哎呀 我这是头一次啊 哎 刘嫂 来 我来了 小凡啊 这是爸爸的一点小意思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习惯什么自己去买 啊 来 拿着 哎呀 拿着吧 小凡您就接着呀 这个他就他这个不知道了 这老北京的老规矩了 这叫改口费 对对对对 这孩子不知道 你说这些 就这些民间的这些习俗 到他们这辈就都 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哎呀 妈给你收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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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 小凡不是怀孕了吗 所以呢 咱们得加速 现在 酒店预定是个问题 给那个辉煌大酒店的 周老板打个电话呀 告诉他 我儿子就要结婚了 把那个宴会厅 赶快倒出来 你还不知道 这种人得您亲自打电话 好 好 行 这个回头再说 二位亲家 有什么事情尽管说 我没什么 我倒是没什么要求 我听李总安排 好 那个李总啊 我叫这么一闺女 对 是 小凡的从小就老是听话 这回跟您儿子还没结婚呢 就先咬了我 这心里挺不自滋味的 我就希望这婚礼呢 能办得体面一点 让我们家孩子有面子 这没问题 亲家 这事您就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那个李欣啊 这回 你把小房客弄得够苦的 我就希望结婚以后 你好好对她 爸爸 妈妈 你放心 结婚以后我会好好对小凡的 这就对了 你这结了婚礼以后 这都是一家人了 你说你不对媳妇好 你对谁好啊 我 我想你 没问题 李欣娜 准备最好的转时接手 找婚纱招呼 其他车辆什么的都是我安排 家媒 一切都用最好的 你来操办 来喝水 小凡 拿着 拿着 喝水 听见没 就那套房 我告诉你 两千万 小凡 今后爸妈可就靠你了 爸妈这条件 把你养大成人不容易啊 你今后你要不孝顺我们 不可以 妈 你看你今天那个样子 点头哈腰的 拿了钱就往包里塞 就生发人家马上就给你要回去似的 这知道的是你嫁女儿 他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卖女儿呢 有这么跟妈说话的吗 人家那是有诚意 那叫下聘礼 我不接着 我不要 我啪 我扔地上 我显示我高风了解 谢谢 小凡 你怎么挑这么一花花工资啊 还有你怎么个人就 我告诉你啊 你爸说的也没错啊 这年轻女孩子不应该随随便便的 再说了 我归你她漂亮 是吧 设施不深 这事儿吧 要看从哪方面看 要我说呢 咱这小凡跟那离心的 有缘分 我提醒我那小子呢 干干净净的 小脖子那一勾 我怎么看 下面台湾那唱歌那叫 那叫什么来的 小凡 这什么呀 一看就一脸的不正经 一看就一花花公子 我没说要不是要 这凡有了 这事儿打死我都不答应 你也不能老拿那个老眼光看这些事情 花公子词也不少 花公子怎么了 花公子 咱闺女漂亮这摆在这试试 她就是花花公子 到来小凡这儿 她也是最后一站 来小我来说 我看那我看不过 这就是怎么回事 对她要去的 你这次帮我